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立委严宽恒卓在脸书上宣传反空污打游行,要大家不要再继续当空气清净机,不过有网友在底下留言,要研发起包围大甲镇兰宫,直到停止烧纸前为止,没想到严也回应了。 严宽恒在脸书上表示,蔡政府为了实现飞和家园,抓破头想不到好办法,只好拿火力发电来开刀,让全球排碳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继续拼金式世界纪录,每天空气雾蒙蒙,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空污还是起雾。 他也呼吁12月17日下午,大家应该一起站出来,叫醒这个装聋作哑的政府。 然而一名网友在底下留言说,请委员发起包围大甲镇兰宫,到停止烧纸前为止,我是人,我反对烧纸前,也得到严宽恒回应。 12月17日下午一点,我们在市议会广场不见不散,一起参与反空污打游行。 这样的对话被PO至PTT,引起湘宁讨论,有湘宁质疑,说真的严宽恒说要对抗空污,那是问一下,大甲镇兰宫,不要说三月妈祖绕境啦,每天光是各地信徒前往参拜购买的金纸就有多少了。 好,收拾下来的。 好,收拾下来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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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收拾下来。